好,大家好 恒生指數失驚無神 就抽到25,000點這些位置 都頗突然的 我想主要是因為美股 試了低位之後有些反彈 A股也幫到手 所以成交不見得很大之下 就抽到25,000點這個位置 但你說是否記得賺到24,800 這次是否真突破或假突破呢? 我想暫時很難下定論 所以就可以輕微將目標 推上25,200點 另一個最大的阻力就是25,500點 其實上面的阻力位置也很窄下 接下來幾天就看著24,800 如果24,800又好像上個星期 又失手了又回頭 其實對於其子市場 做好友淡友都是一人一巴掌 所以特別要小心一點 今個星期實在太多變數了 美國大選 螞蟻上市 恒指貴檢 這些都在這裏了 所以變數會有多的 會不會令市場 會搓上搓下會比較大呢? 就要小心一點 其實近來也 不太建議大家去碰棋子了 因為棋子真的是風高浪急 暗湧處處 如果你說過股有些手痕的話 我也比較傾向在舊經濟上 例如港交所 上個星期說 今個星期也上升到380元 已經升了20元 駁一駁螞蟻上市 看看有沒有機會 會刺激成交 再試回多一次 例如380元 或者更高的位置 內銀就好很多了 近來的股價 希望 接下來十四五規劃 真的有些白紙黑截出來之後 確認了 讓利的情況 不用去到這麼誇張 希望內銀 可以釋放一些價值出來 大家有些不見了 نا 有些不見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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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